嗨 大家好 新年快乐 我是林海洋 今天跟大家谈谈呢 我相信呢 在2022年的开始 农历年开始 就要立春了 立春以后呢 大家就要开始工作了 那工作以后呢 大家就在想 我投资的钱到底要往何处去呢 然后呢 我到底要不要买楼呢 还是我投资房地产呢 还是我投资股票呢 还是我做其他结杠投资 好 今天要跟大家讲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主题 不要太紧张 如果你已经投资了 你就要小心 如果还没投资 谨慎一点 来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呢 台湾房地产崩盘危机吗 恐引发黑天鹅的效益 好 我相信呢 自从呢 我们在前两年的这个疫情开始以后呢 所有的资金都回流了 好 中南部的房地产 包括新竹的房地产 炒得费费洋洋 政府呢 出手打房 好像不太有效 因为对那些有钱人来讲 那简直是九牛一毛啊 一栋房子两三千万算啥 对不对 所以呢 一般老百姓的话呢 又要怎么处理这样的问题 好 对大老板 对那些资金非常充裕的那些人来讲 根本两三千万都不算什么 但是你要知道 对一般小老百姓的话 一两千万就是大钱了 我也是啊 一两千万对我来讲就是大钱 那所以呢 我们要先看一下呢 到底呢 在2022年呢 有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会发生吗 好 我先讲一下 当然呢 从头来 政府打房 刀刀剑果 绝不手软 最近呢 出了很多政策出来了 而且已经开始要雷厉风行的去执行了 好 接着下来呢 美国联准会会升息 央行升息 预期会扩大 而且呢 国立三月期 就是农历的二月开始 好 为什么敢这么笃定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已经讲了 他在国立的三月呢 他就是要开始呢 升息 因为呢 美国现在经济非常的恐慌 尤其呢 你要看到吗 抢岸特多在哪里 美国跟欧洲 好 那其他的地方呢 是粮荒 中国大陆的经济也是快被那些大企业给拖垮了 好 我们都可以知道呢 其实呢 整个的企业呢 在全球上面有全新换血的一个状况 那全新来换血的同时呢 我们先谈谈香港的李嘉诚 他是房产大横 结果呢 他把北京 上海 中国大陆 所有的房地产全部出脱了 那他看到了什么呢 他看到了黑天鹅要来临 他看到了呢 中国的恒大会出问题 所以呢 他在前两年就开始 不断的卖掉他的房地产 赶快呢 想全身而退 但是 为什么要断除 你们应该很清楚啊 这个但是是因为他将房地产卖了以后 他的钱呢 回到了香港以后了 结果香港本送中 又出了大问题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很多的企业正在呢 换新血轮了 好 有些是流汗流血来的 有些是呢 轻轻松松入带的 所以呢 每一家的企业 其实呢 情境都完全不一样 好 那讲到这个呢 当然要讲到房地产了 因为呢 买楼要built in 好 我的办公大楼整栋的买 我的办公大楼整栋的买 对不对 好 那另外的话呢 我住的房子呢 我一间不够 我要再买一间更大的 好 你想想看呢 我们台湾的帝宝 我们台湾的帝宝呢 就当时呢 才几十万炒到三百多万一瓶 多么可怕 真是呢 哎 望帝宝心探啊 你有几个人可以买得起 光是管理会一个月好几万 对不对 那绝对不是一般百姓能够住得起的地方 就在两岸路上啊 这么近啊 近债直尺 只能望着帝宝心态 我去过帝宝两次 都是里面的客户 邀请我去的 就不是客户 就里面的住户 对不起 里面的住户邀请我去的 我就不讲谁了 那当然呢 我们现在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 就是要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 你们想在这个地方赚到大钱呢 好 那现在呢 政府的打房政策开始了 全台房价飙涨了一个缩矣 去年第四季房价涨幅超过四成 接近五成 有些地方呢 有前面三个行政区呢 更厉害了 一序是高雄市前津区 台南市安南区 苗栗县的头份市 当地仲介异口同声的说 飙涨都来自富国神山 台积电的设厂效应 想想看 一个台积电带动房地产的金基母啊 它不只是科技的金基母 它还是房地产的金基母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下来的话呢 到底台湾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呢 其实呢 去年第四季的房价涨幅超过四成以上 接近五成 所以呢 不只这样子 高雄台南到处都在在 我有客户呢 在台南开工厂 开始大量的劣地 然后呢 也大量的买房 然后呢 有些出差到台南工作的 到富国神山工作的 到台积电工作的 他们呢 一口气买下两间房 为什么 因为他说租房子 我不喜欢呢 因为我在这边工作很久 那我就要当然自己买房 那一两千万的房子入手 对他们来讲是小事情 对不对 不得了 所以呢 你看哦 包括前总统 前总统住着高雄的区域 现在涨半天 我真的有问过高雄的仲介 他们告诉我 他们说 简直就是不可同日而已 一天里面呢 可以卖掉好多物件 而且呢 一物件开出来 马上就被秒杀 买什么可以被秒杀 买青菜萝卜吗 是买房子也 那为什么有这样秒杀的情况 当然投资客也很多 他告诉我 投资客相当多 因为有钱人呢 手上油资太多 所以呢 买楼变成一种他们的一个 获利来源 那一般老百姓怎么买呢 买不起 差一万 差两万 五十平的房子 四十平的房子 想看 一平差两万 四十平房子差八十万 你如果拿一个月五六万的薪水 你差八十万 何其是大 对不对 那如果买到八十平以上的 更不得了 像那个龙十六的地区 八十平的房子 一笔皆是 那就是我们那个钱总统 陈水平住的房子 盒子八十平 百平都有 一百多平都有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像这样子的话 小老百姓怎么办呢 好 那政府打房呢 之前好像打得不痛不痒 那就还继续吵 好 吵就吵 后来呢 他大概觉得不对了 因为真的想买房的人 真的买不起 好 我们现在看到呢 台北县 台北县呢 新庄 三峡 林口 桃园 来 长翻天 一样长 长到了 无色无色 台湾人说 不知道要怎么感受 追都追不到 很多人来跟我讲说 我想买新庄的房子 但是老师你知道吗 像以前呢 开二十几万的一瓶的 三十几万一瓶 现在五六十 我说何止啊 我去看那个什么熊的建设 都卖到九十八十几 吓死 你说怎么买 它跟台北蛋黄巨差不多价钱 所以呢 多少人在炒吗 那当然像这样的炒房族呢 不是一般小老百姓可以做得到的 好 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刚才讲到那些会大涨的 都是台积电的这个设厂效应以外呢 台湾政府呢 打房五大新政策 我们先谈一下 好 预售屋合约禁止转售 以前的预售屋都拿红单 红单可以转 只要赚钱它就马上转到 就是这样子 它只要拿一点点钱 它就可以获利了 你说这炒房多厉害 我今天下了订单 我都还没有交屋 我还没有交工程款 有人要买我这个楼层 有人喜欢 只要出得起价钱 一瓶多五万 多八万 就可以转单效应 所以你说连房仲业自己都下去炒 为什么不炒 集资来炒 亲戚朋友同学有钱的一起炒 你说这样炒下去 小老百姓怎么买楼呢 一瓶差五万 50瓶差两百五十万 它立刻获利两百万以上 扣一扣 减一减 加一加 来 最少两百万 一个转单效应差两百万 你说怎么买呢 最便宜最便宜 然后差到八十万到一百万 想想看 如果是一般小老百姓的话 你敢这样动吗 不敢 所以连房仲业都下去炒房 好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认识高雄的房仲业 他们告诉我 看老师 那你太小看他们了 我说怎么样呢 他说连房仲业自己都在炒房 那些比较资深的房仲 他的家人 兄弟姐妹爸爸叔叔阿姨伯伯 全部集资 当然最主要是家人比较多 兄弟姐妹 然后老公老婆 然后爸妈 全部都投资 买楼炒房 我想想真的令我摇头 我也没有办法想象 为什么 炒房这么好赚 我们辛辛苦苦一年到头 做的累都累死了 垮都快垮掉了 好 那人家随便转单效应 就可以几百万入贷 一两百万入贷 唉 想到这里 我都要叹很口气了 没钱真可怜 就要劳力赚钱 专业赚钱加劳力赚钱 好 这里面不要笑我 就真的是这样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呢 预售屋合约禁止转售 除了配偶知序写亲 二等亲内的庞系写亲外 预售屋合约不得换 换约转卖给第三人 同时也要求建商不得同意或协助转售 为者将按户或洞来处罚 五十万至三百万 他如果能够获利一千万 他怕你挖三百万 那是获利七百万 整栋买 挖那个Building买下来 盒子一千万 对吧 一转的时候赚好几千万 那划个三百万就给他吧 所以呢 这个整栋 看到这个整栋 为者按户跟洞来处罚 这最多罚三百万 如果他一洞可以赚一千多万 他三百万都是小钱 接着下来我们来谈一下 限制司法人购物 管制司法人购物呢 将增定司法人取得住宅用 房屋许可证 然后并限制呢 取得后于五年内不得办理移转 让与获得呢 预告登记 原则上呢 司法人要购物住宅的话呢 仅容许 这个做员工宿舍 长期出租 或者都更为老 取得产权所需的三种情形 所以你不是这三种情形 就是你不当员工宿舍 你不是要长期出租 或者呢都更为老 那个为老 那如果这样的话呢 他就是限制你不能 那这是比较精准的政策 那炒房后要坐牢 抓到又坐牢 我现在开始了 如果坐牢这条 寄出这样的法案的时候呢 我想很多人就比较不敢炒螺 虽然对于任何人意图影响交易价格 制造热销假象及垄断转售 谋逆来不动产炒作行为 为主将处罚100万到500万元 若造成民众恐慌及市场交易不安等顺及公众或他人 并可处三年以下徒刑或并可罚金100万到5000万元 这条就比较重了 因为要有刑责 然后还要罚款 那真的是比较重 那如果政府真的下重手的话 我相信呢 很多炒房族就不会再继续这样子 没天没地的炒咯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了 预售屋呢 解约要申报 好 如果是预售屋买卖契约 若有解约前行 应在30天一个月内 办理登录申报 为者呢 将按互动处罚3万到15万元 未来呢 消费者可在呢 实价登录资讯上就能够明显的判读呢 曾解约的预售屋的建案 那更可加 就是可以增加呢 正确的判断行情 好 我要告诉各位 善有政策下有对手 这至于呢 解约的行情 这个正确的行情判断 我觉得都是还会有出入的 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 他们在买楼的时候 他们去设定好 是不是要真正的合约 我觉得这是要特别小心的地方 好 那另外的话呢 炒房检举 奖金制度 那就是像违规一样啊 违规有检举奖金啊 内政部呢 将建立检举奖金制度 针对不动产的炒作 成交资讯申报违规 经检举或查证属实者 可以拿到华元总金额 一定比例作为检举奖金 我觉得这条呢 会有很多麻烦的原因在哪里 比如说很多人为了要奖金 他就用一些无所不用其极的 然后呢去检举 那当然这看起来是有 那个杜绝炒房的效应 但实际上呢 用这种方式就像说 你在马路上违规停车 很多人不是当叫北亚吗 对不对 后来怎么样 他就靠这样子 他就可以赚钱了 他不用工作了 你看啊 他违规抄一抄拍个照 然后上传 所以这也会影响到 这有一些心术比较不正的人 可能呢就利用这样的管道 赚取一些利益 那当然这个我觉得 还有带商榷 那当然政府已经拿出 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话 那恐怕也是很多人 尤其建商要特别小心 那我觉得呢 当然炒作也有一些方法 你知道吗 中国大陆以前在卖房的时候 我们看过什么样的景象 台湾也一样啊 我曾经看过一些 就地起价 就地起价 20万卖到23万 一瓶 吓死 如果50瓶的话 一瓶差3万 差150万 那是谁赚走 当然就建商赚走 所以呢 所以你会就误入陷阱 越热门的地区 就越有陷阱 人多的地方 江湖的水就深 我看到那个情况 我现在 我年纪越大 单字越小 真的 我会觉得 哇 这真厉害 怎么可以成交这么快 当做买青菜豆腐吗 买房耶 不是买汽车 不是买摩托车 不是买脚踏车耶 不是买两件衣服耶 我的天啊 这不敢想象 对不对 好 那这就是呢 炒房 太厉害的地方 所以呢 你们往人多的地方去挤一下 稍微停看停一下吧 是不是有做了很多手脚 我们真的不知道 但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我要说句良心话 如果真的很热门地区 也有可能是真实的 只是呢 我不敢想象说 那种冷门的地区 也可以炒成这个样子 吓死人 好 你知道很多人在清葡萄牢吗 前几年 我所有人都跑去清葡 还叫我去看 哇 这个谁呀 那个谁 有一个大哥心 费某某代言 哇 吓死了 然后呢 哇 满屋子的 然后就炒 炒那个气氛 然后大家就下电弹 现在呢 一瓶呢 要想卖 赔五万可能都卖不掉 真的 所以呢 你在某些区域呢 要去买楼屋的时候呢 稍微冷静一下下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2022年打房政策执行中 非首购没有宽限期 就是你不是低间房子 你就没有宽限期 这个打房政策 对一般买房的民众来说 有很大的影响 这次央行 针对台北市 新北市 桃园市 台中市 台南市 以及高雄市 新竹县 以及新竹市 推出第二户购物贷款 不得有宽限期的限制 也就是说 如果你现在名下已经有这些地区的房产 又在购买第二户的话 贷款不能享有宽限期 推测是希望能够呢 避免投资客利用宽限期来炒房 没有错 只有宽限期就有时间嘛 他时间越长 他宽限期越长 他炒房力道就越强嘛 好 那接下来呢 调降买地贷款的程数 买房买地都要调降了 这次调降购地贷款的最高程数到六成 而且是来自2021年9月14号起 就实施 没有给太多缓冲时间 这招应该是要避免建商或是受险业者 大规模购地并囤地 太多了啊 你没有看过很多地都不盖了 放了十年二十年 而且就干脆去申请停车场 变成停车位 两地 就在洋虎为患 今年是五年 真的洋虎为患 好可怕 一块地一块地拿去当什么 当停车场 结果都是在等待时机 从一瓶一百万变成四五百万 怕死人 你说小老百姓哪有这样的本事呢 好 接下来 今年的经济动荡呢 以及呢 很多的行业并不是非常好 所以呢 在2022年呢 年初开始 尤其到2月开始 贪囊化剂 无曲化剂 贪囊化剂 这两个月 一定跟房地产有很大的关联 黑天鹅真的飞到我们上空来了吗 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老少为黑天鹅 恒大呢 影响了多少房地产的公司 包括二线的 三线的 还有包括那些银行 三四线城市 几乎都被拓垮 好 那很多人抢天忽地了 他一辈子辛苦钱都在里面 我觉得呢 像这样的情况呢 会越来越严重 好 那调降买地贷款的层数 刚才讲过了 那所以呢 他们都在囤地 好 调降工业区 闲置土地 抵押贷款 好 再来 就是打房政策的 调降工业区 闲置土地的抵押贷款 最高层数只给五成 并且规定呢 工业区闲置土地 抵押贷款 规范措施 除外 调管一定期间为一年 也就是说 降低建商呢 利用手边闲置工业区的土地 借钱买地的可能 好 我告诉各位 这个是有钱人的玩意 为什么 买地的 那是有钱人的玩意 不是吗 善可政策 下一定有对策 很多人 就是 可能呢 比如说 我没有买过地 我没有买过房 那可能有很多人 就想尽办法 找这样的一个人头雾出来 有可能 对不对 好 那接下来呢 好 购物贷款利率在限制 虽然央行没有申请 但也大动作地 找了全台银行 信用合作社等 有承作房屋贷款业务的 金融机构喝咖啡 希望可以配合政府的打房政策 将第一户房产的房贷 和第二户 第三户的房屋贷款利率 做出区隔 限制差别化的定价 以避免呢 投机客炒作大量吞房 好 如果政府真的是拿出 这样的铁碗作风的时候呢 我相信多少会有一些成效 而且成效会很大 那基本上呢 当然 我们都很清楚 建商口袋很深的很多 人卖好的更多 那所以呢 真正要打到这些大建商 是还蛮困难的 小建商可能就是呜呼爱哉 好 那打到的都是小建商 不一定是大建商 所以呢 我要跟大家讲解的就是说 我们在今年呢 如果你想买房买地买楼 甚至呢 你买第二个物业第三个物业 请你三四个后期 好 美国二年总会涨价 涨息 如果台湾跟进 一定会跟进 好 加上全球的通膨 我相信呢 很多人想办法有避税 什么叫避税 不是 避险 想办法来避险 我的投资可以避险的部分在哪里 比如说买房金 或者呢 买基金 甚至呢 买房地产 那中国人最喜欢买房地产 亚洲人最喜欢买房地产 因为呢 有土室有产 土地就那么多 房子就那么多 你说要让它降价 有点太困难 但是呢 去年年底开始了 台北市的大安区西医区 开始有降温的情况 中正区也有 好 那所以呢 今天跟大家讲解 今年上半年 来我们先讲一下 1月份 无曲化双几月 一定会看到成效 2月份 贪昂化季 很多人就不敢进出了 3月份 太阳化季 太阳化季呢 更是有很多哀鸿片眼的状况 4月份 太阴化季是最严重的一个月 所以农历4月份 又刚好在10的位置 10的位置呢 所以1月 4月 7月 今年呢 有三波 这三个月呢 对房地产是相当不利的 所以呢 请各位呢 如果你想投资房地产 想去做炒房族 千千万万要三四而后行 然后呢 你想买房子 如果你口袋不够深 还要借贷很多的话 虽然你是首购族 能够借贷的层数 但是呢 你要考虑很多事情 这个市局的变化很快 计划不如变化 对不对 你很多的计划 那来一个变化 你就根本跟不上那个变化 所以呢 口袋不够深的朋友 如果你想做房地产 买卖 或者你想投资房地产 请三四的后行 稍微缓一缓 是一年两年明年 是什么 认回年 回保年 好 我讲得很清楚了 所以这两年的房地产 应该不会好 那打下来 当然对手购族 或者呢 想换屋的人 是比较有利 比较有利的 因为呢 但是你卖的便宜 那也买的比较便宜 那如果你不是 你不是手购族 其实 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好 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大家应该很清楚 那政府的打房政策呢 我相信在未来 这两年当中呢 还是会产生一些 蝴蝶效应出来 好 那这个蝴蝶效应呢 就是黑天鹅 黑天鹅就会出现 好 希望大家三四的后行 把你的口袋钱固好 有时候呢 稍微缓一缓 可以让自己呢 不要那么害怕 因为你钱丢下去以后呢 到底会怎么样 你自己不知道 对不对 好 买房 还有最重要的 很多人都告诉你说 location 哪里会不知道location 问题是你没有钱可以买 location又说法 对不对 真的 大家说 你为什么不买location好的地方 请问有钱吗 足够的 捡钱吗 足够的 新台币吗 对不对 好 那我希望大家呢 好好的三四后行 如果你是炒房的 你要小心哦 如果你不是炒房主 你要买房子嘛 你要谨慎哦 好 祝福大家 在2022年的开始呢 有一个好的运势 也希望大家 能够在2022年发大财哦 拜拜